吃归吃 事还得接着说 我觉得苗霏八成也有问题 为什么 那老头的名字问到了 叫徐鹤 查 吃完就行 查完再吃 好 好 为什么说苗霏有问题 反正 他肯定有事已完 我之前有这种感觉 我们说到那个老头的时候呢 他表现得很平静 他后来一直在追问 是不是要彻查这个人 整个问询过程中 他一直欲言又止 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 你那边怎么样 在公司跟他有接触吗 有倒是有 但是他表现得很正常 这个人我还真没怀疑过 苗霏那边呢 我们也会继续盯着 有一个人你要多多注意 就是吴淼 嗯 吴淼这个人确实 他今天突然请了兵驾 而且遇好人说 他今天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是在逃避问询 他要真是咱们的目标 怎么着也不至于 连问询都不敢去吧 我也觉得 这也太预感迷章了 叶鱼 那倒不一定 我知道了 以后这个人 我重点关注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配合的 尽管告诉我们就好了 好 来 你接着 你要去找个人 你再去找个人 你也不想去找个人 你来找个人 你也不想去找个人 他想去找个人 你走 你能不能详细再跟我说一遍 当然可以 简单地说 现在实验室的网络 虽然已经跟外网隔离 但是使用的是技术手段 这个依然会存在安全漏洞 只要黑客够高明 还是可以从外网侵入 现在很多大公司 使用的都是物理隔离 物理隔离 就是将实验室的电脑 服务器 路由器 全部跟外网断开连接 单独组建一套内部局域网 以后技术人员的个人电脑 都不允许连接实验室的 独立网络 那今天就开始整盖吧 今天 对 我待会儿跟技术部门主管 约个时间开会安排下去 苗总还真是雷厉风险 好多事情只要一拖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办了 你刚进公司 就能发现这么大的漏洞 厉害 苗总 刚好要找您 网络整盖已经完成了 这么快 您不说这事特别重要吗 我们就优先处理了 苗总 没什么事 我先回 稍等一下 既然物理隔离已经弄好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使用事项 对 稍后我会发一封邮件 给研发部门通知一下 这样吧 要不你直接给管理层开个会 也可以说得清楚一点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直接问 这样也行 那二十分钟之后 找我会议室 你来主持会议 我去通知大家 好 没问题 苗总啊 现在吗 好好好 好 我马上过来啊 座教授 您要是有事可以先走 回头我把会议材料 准备好给您发过去 不用了 这让你核算的数据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交给我 明天给您 明天 要那么久啊 那个 吴淼不是请假了吗 我一个人实在是弄不完啊 您放心 我明天一早就给您 成功 大把手帮他一起弄 另外 今天的会议的情况 请 大家 然后按照分类 进行下一步工作 进行 咱们 mort给人 四方 在北地方 都在 对 从那儿 都是 别南 我就 离开 伤心 我们 离开 伤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员 那我在这儿等她 做件事不管这么细 招聘的事你找程雷 或者于浩然对接就行 好 谢谢苗总 那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办完了 怎么样 电脑里确实植入了一种木马病毒 而这种病毒一旦连接到局域网 可以黑进当前局域网里所有的电脑 自动将数据发送到指定的地址 能不能查到数据的接收地址 不太可能 除非完全破解这种木马病毒的原始编码 但就算是我的技术 可能也需要至少一年 有那么夸张吗 你技术行不行吗 那你去找一个比我强的试试 现在能不能确定 流传出去的资料有哪些 还是那个道理 除非完全破解这种病毒的原始编码 聪局 从我通知您 到您掐断鼎华的网络 一共花了多久时间 不超过一分钟 一分钟 还是太久了 但还是不幸中的万幸 实验室那儿已经进去物理割离 至少核心的技术数据 没有泄露的危险 宋局 现在证据集权 是不是可以逮捕苗霏了 我觉得还是先缓缓吧 为什么 根据马上的报告 你们不觉得苗霏的举动 实在太奇怪了吗 他在植入病毒之前 先让IT部门 完成了对实验室的 网络物理隔离改造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要我说 别在这儿费劲瞎猜了 把他抓回来 沈沈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你不觉得苗霏的行为 很像是受人胁迫吗 就像是他不得不植入病毒 又想着怎么把损失 捡到最小 没错 万一真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真不能急着抓苗霏 这样会惊动胁迫她的那个人 这样吧 先对苗霏实施全面监控 我马上给上面打报告 宋局 我想申请对苗焕阳也实施全面监控 贾长安的矿石就是从苗焕阳那儿披下来的 现在苗霏已经卷进来了 苗焕阳这个人肯定干净不了 可以 马上 你也可以适当地敲打一下苗霏 看能不能让她露馅 当然了 要注意分寸 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明白 还有 既然要调查苗焕阳 我建议干脆 从她的老底儿开始彻查 安静 你牵头 明白 不得家 我骗阳